今天,欧盟将宣布于7月1日取消因新冠病毒而执行的部分非欧盟国家的入境限制 大家好,欢迎来到德国日线 如果你不想错过德国以及欧洲的全面资讯和更多实用又有趣的信息 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按下小铃铛,顺便点个赞 欧盟认为对等开放入境的条件尤为重要 即度假者不需要在入境或返回时进行14天的隔离 这将对于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扩大报价范围更具吸引力 由于深耕地区的边界再次基本开放 因此欧盟委员会希望统一实施 但是各国最终的入境权利还是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7月1日起,欧盟将首先对13个国家放开旅行警告 这13个国家是由克罗地亚轮值主席国 根据流行病学标准确立的可以安全前往的国家 流行病学标准包括 10万人口过去14天内新增感染不高于16例 同期趋势 对该病毒的总体反应,卫生系统的质量 这13个国家如屏幕所示 分别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卢旺达,突尼斯 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 欧洲的格鲁吉亚,黑山,塞尔维亚 北美的加拿大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 南美洲的乌拉圭 中国和摩洛哥可能会是下一批 事实上摩洛哥和中国也是符合要求的 但是两国对欧盟公民无限制进出仍然没有足够的保障 德国从7月1日起开始正式轮值理事会主席职位 然后每14天对该名单进行审核和更新 事实上,欧盟此次在确定标准和限制上争议很大 因为要确定哪些国家的人不能进入欧盟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 联邦外交部希望至少在8月31日之前 保持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警告 旅行警告其实并非普遍禁令 但是旅行警告将旅行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 而且是合法取消行程和订单的法律依据 德国外交部还拟定了一个风险地区清单 发布在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网站上 它列出了世界上感染冠状病毒的风险增加 或病例减少但检测能力太低 或无法控制大流行的区域 从这些风险国家或地区返回德国的人 都需要执行隔离 不过归根结底 这些政策的落实还在各个联邦州政府 联邦外交部尚未就欧盟旅行安全国清单 是否以及何时会影响德国 分类发表评论 德国仍然是一个移民国家 但净移民人数已经连续四年下降 2019年迁入德国的人数比迁出的人数 多32万7千 这是有原因的 联邦统计局中医在威斯巴登宣布 去年移居德国的人数比移出德国的人数 多出32万7千 净移民连续第四年下降 前一年迁入超过迁出大约有40万人 根据移民统计数据 2019年共有约155.9万人移居德国 而123.2万人移居国外 该统计信息包含了离开德国 以及再次返回的外国和德国公民 根据统计学家的说法 德国移民减少的原因是 移民到德国的人数减少了 同时有更多的外国公民离开了德国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134.6万外国人移民 与2018年相比减少了3.8万人 同时有96.1万名外国人迁入德国 这个数字相比2018年增加了3.7万人 德国的外国人移民的影响 也可以追溯到2019年的欧洲大选 在选举过程中 户籍管理部门消互了许多 在德国登记了户口 但已经离开的欧盟公民 为此在德国生活的欧盟内部移民 从2018年的20万2千 大幅下降至11万3千人 这个移民数量减少 尤其体现在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中 来自非欧洲的内战国家叙利亚的移民人数 增加了3万1千 印度紧随其后 迁入的人口比迁出的人口多2万2千 从2010年到2019年的10年中 印度移民人数从13000增至39000 增长了两倍 统计评估表明 获得欧盟兰卡的外国专家中 以印度公民占大多数 美国正在失去对德国移民的吸引力 联邦统计局表示 自1991年至2004年 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 但是这个数字到2019年达到最低水平 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 仅比美国返回的德国人多1万 目前对德国人最有吸引力的国家 是瑞士和奥地利 美国跌至第三位 据统计 2019年德国人的总移民损失为5万8千人 因此移居国外的人数 比返回德国的人数还多5万8千 新冠病毒危机 反而唤醒了许多德国人的投资意识 很多新人开始入场 有的在线银行最近的客户增长 是20年来从未见过的 同时大量新经济平台进入了市场 其中一些经济平台 仅在智能手机上就能提供服务 现在德美总结了提供商 可以提供的服务和费用 如果主要是为了定投 那么要找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 提供尽可能多的基金和指数基金 选择的提供商 用网上银行提供的户头更合适 主要包括Consors ComedyHack Dekabay E&Gate 和S Broker 这些网上银行投资户头 一大优势是 他们在国内外拥有大量的交易场所 此外还可以制定许多储蓄计划 甚至许多都是免费的 例如 Dekabay提供2213个基金 和817个ETF储蓄计划 在ComedyHack的有520个基金 和626个ETF储蓄计划 这可以涵盖所有主要行业和市场 这些银行还可以对股票进行定投 据媒体的信息 目前允许您定投各国450到585种不同的个股 而投资者的起价为每月50欧元 而且这种金融机构不仅提供证券账户 还提供隔夜资金转账户 此外还经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如有必要 也可以通过电话联系这些机构 但是如果用这些户头进行股票交易 费用相对昂贵 对于大多数提供商 一笔1000欧元的交易成本约为10欧元 如果您想交易德国或美国的股票 那么要寻找可以非常便宜 或免费进行交易的经济平台 如FlatX Anvista都是值得的 他们会收取每笔交易5.9欧元 或5欧元的固定费用 这些提供商也免费提供 许多储蓄计划 收取1欧元的少量费用 但是FlatX户头唯一缺点就是 现在收取托管费 相当于托管量的0.1% 而新经济平台会以低廉的费用 吸引投资新手 如Smart Broker 每次交易只需花费4欧元 还有一种低价平台 只能到一定的交易场所交易 并从交易所收取一部分交易利润进行运作 如智能手机经济平台的新星Trader Republic 优势是那里的投资者可以以1欧元的价格购买所有产品 不需要最低投资额 Trader Republic提供了市场领先者 iShares的300多种ETF定投计划 无需付费 前提是在指定的平台上进行 且每笔必须至少为500欧元 缺点是股价总是有些滞后 有时平台不太稳定 汉沙总算松了一口气 汉沙的大多数股东在视频股东大会上 投票赞成政府的一揽子援助计划 使联邦政府成为该航空公司的股东 而在决定做出的几小时前 监事会主席克莱表示 我们快没有钱了 如果援助计划不能够被通过 那么汉沙将在几天内破产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汉沙惊悚片的几个最重要问题 航空公司现在被挽救了吗 98%的人同意来自联邦政府的 90亿欧元援助计划 原来表示要投反对票的大股东泰勒 在最后关头也松口了 欧盟委员会已经在之前批准了救援计划 这确保了汉沙不会破绽 援助计划的条件是什么 作为投资条件 欧盟委员会强制汉沙航空公司 放弃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的 24架飞机的起降权 汉沙航空欠客户什么钱 欠的机票钱大约为10亿欧元 这是客户在新冠危机期间 由于航班取消而等待的未付款项 汉沙航空的老板斯波表示 还款应在6个星期内处理 汉沙会像危机前一样飞翔吗 汉沙航空尚无法预测 可以肯定的是 由于气候保护和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恐惧 一些乘客暂时失去了飞行的欲望 预计到2023年可能会正常化 这次危机有什么教训 股东们想知道是否能将汉沙和德铁联合起来 因为德铁是国企 而汉沙现在也已经有了政府的入股 但是答案是不会合并 但双方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定投基金是一个长期投资 而且不管市场行情如何 随时就可以开户开始 每个月投资一定数额到某个基金里面 到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出售 根据过去的数据分析 每年可以达到8%到9%的盈利 而如果您只是开个储蓄定投的话 10年期最好的也只有2%左右 所以说基金定投是养老和给孩子储蓄不错的产品 连投资达人巴菲特都告诫自己的妻子 在他过世后只投资指数基金 所以对于投资新手来说 要开投资账户 定投指数基金肯定是风险低 收益又不错的投资选择 定投基金非常容易开户 只要开一个depot 然后选择基金就可以了 一般每次投资额和投资频率都是自己决定的 一般每个月50到100欧起头 这里给大家介绍几个德国比较划算的投资户头 手机投资账户Trader Public 每单固定手续费1欧 目前是德国收费最低的投资户头 非常推荐 FlatX投资账户是特别适合小额投资的便宜户头 交易费只要3.8欧 现在开户最高可返款200欧 Konzorx Bank投资户头 开户第一年每单手续费固定3.9欧 手续费半价的1822 730个基金定投计划可选 开户送50欧亚马逊购物券 Comedy Hector所有交易的交易手续费是固定的3.9欧 这是非常低廉的费用了 我会把这几个户头的简介和开户优惠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中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感谢您收看视频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实用又有趣的德国本地信息 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 进入德国热线官网和关注德国热线公众号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 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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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